洛杉磯街道上出现了一个个的帐篷 这些人并不是在露营 里面住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国际慈善组织乐师会近期的报告指出 疫情重创各国民生经济 全球有99%的人收入都有所下降 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前十人 在疫情爆发的两年期间 总资产竟然翻倍 从7000万美元大幅跃升到1.5兆美元 十大富豪的资产总和 已经超过了世界上30亿亿最贫穷人口的总和 对此多国富豪组成的爱国百万富豪组织 19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出声明 对各国政府呼吁向超级富豪争永久财产税 他们提议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人 应该缴纳2%的财富税 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应该缴纳3% 亿万富翁则是5%来缩小贫富差距 并且向公卫服务提供更多的预算 目前部分富豪包括迪士尼继承人等百位百万富豪 已经联署支持这项声明 盼望能协助缓解疫情间加剧的经济不平等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